网上人人都涕零 真实还得冰糖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变态 小猪卡池已经开了 让我们先把小猪不歪 玩到官服打在公平上 小猪 我的小猪 我来了 淡定啊 小猪可以说是目前为止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位角色 要知道我可是从开服到现在 一发都没抽呀 全都是为了今天这一刻 大家呢也不用害怕抽不到 下半还有很多很多的福利 新开了一个千道送十连 还有一大堆的活动在等着大家 相信朋友们都是可以抽到的 那么咱们还是先来测试一下 小猪的伤害 等级70级 武器专属龙咒 技能88888 潮品四火套 命座零命 虽然抽了个一命 但只要我没点 它就是零命 面板如视频中所示 OK我们可以看到啊 赤道预影增伤 大招一共12段 每段13227 强化咒术分为两部分 突进伤害和剑气伤害 突进伤害两段 每段15420 剑气伤害4段 每段14776 普通咒术一共10段 每段9253 赤道预冰加工 所有技能的段数不变 大招伤害14359 突进伤害16019 剑气伤害15351 普通咒术9613 接下来咱们进入实战 再来看一下小竹的实战表现 当然得到她和我们全家的 灵状 第二ете ED OK那么实战就先到这里 总结一下小竹的游戏体验吧 虽然目前只是1.0版本 但小竹的配对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完善了 根本不存在赛博炒股 破认为的最优选 当然是陈骁 六命最深 没有呢 也可以带低命最深 或者其他的四行角色 支援为优先玉影与兵 次选摘西 如果这三个都没有啊 那就只能用白露小光先过渡 等后面抽到了再换 整体的操作呢 也比较简单 非常适合手残玩家 有咒术放咒术 没咒术平A就完事了 伤害那就更没的说了 肯定是有保障的 毕竟是目前为二的限定五星 拥有全游最高的一套爆发机制 注意啊 是最高 没有之一 进场REE那一套 基本没有怪能顶得住 如果有 那就两套 整体机制有点偏向对群 在群体环境中表现尤为亮眼 割草感特别特别的强烈 只要卡好位置啊 咒术基本上能覆盖整个屏幕 大招的范围更加夸张 甚至就连身后的单位都能达到 离谱确实有点离谱了 而且他谈自带巨怪 会让竹的伤害更加集中 这个机制非常的宝贵啊 巨怪辅助也不是人人都有 对吧 那针对这些玩家 小竹自带的巨怪 它的作用就会被无限放大 会大大提升玩家们的游戏体验 目前玩下来 小竹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硬要说 那可能就是对单比较薄弱 技能设计上没有任何的对单特化 这就使得在面对boss时 感觉小竹会打得稍微慢一点 不过嘛 输业有专攻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特点 如果将来推出专门的对单角色 那么他在面对群体环境时 效果肯定也是不太好的 那么本期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小竹的伤害呀实战呀 也都给大家测试过了 朋友们感觉这个角色如何呢 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一下看法 一起交流一下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能点一个免费的关注三连 支持一下冰糖 您的支持就是冰糖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这次一定关注